國家人權委會的職權大概有規範九個職權 我們金比對跟巴黎原則 大概都符合巴黎原則的精神 只有兩項是沒有辦法達成 一個就是意見陳述 叫opinion expression 第二個是國際合作 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不是聯合的會員國 所以沒有辦法達成這個職權 所以基本上都可以符合 也就是說臺灣國家人權委會基本上符合巴黎原則 而參照國際上的人權現況跟指標 以及對應之後的行政院國家人權行動計畫 洪一璋提出了六項人權議題 過去較少提及的族群平等與發展權 也被特別提出 期望以見識政策 確保各族群的權力平等跟發展等等 作為未來良策的項目